早上好 欢迎回到9月3号的百格传报 我是敏和 销售及服务税SST落实第二天 购买手机预付卡或充值被征税出现了争议 财长林冠英随即就宣布了 免除征税 并且只是电讯公司 如果已经进行SST的扣款 就必须回扣6%的服务税给消费者 这也是今天前锋报和阳光日报的头版新闻 也就是说凡是手机预付配套 如果付了10令吉 就应该要充值10令吉 没有所谓的SST扣款 每日新闻独家报道 网络上公开出租或售卖进口白糖的准证 虽然政府对放宽白糖进口准证还没有定案 坊间就有人趁机牟利 接着有中国报头版关注了 早前爆出YND比大约有200亿令吉 理应会回吉隆坡 如今却藏在全球 包括西亚国家一些人士的手上 而今天的新海峡时报又有独家爆料 YND比有关调查相信要到年尾前才能终结 有关消息人士透露 调查涉及多个国家的司法单位 无法像好莱坞电影那样 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结案 新州头版独家报道 华小生面对生育率降低 私立学校蓬勃发展等等的四个原因之下 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之间 华小学生人数下跌了17.77% 也就是大约11万2029人 换个焦点 前任和现任财政部长最近频频在钱财课题上交锋 针对纳吉否认过去6年161令吉退税不见 和西蒙政府计算错误的指控 林冠英就发表文告 要纳吉不要怪罪在计算方式 因为不管政府是采用修订现金会计准则 还是全责发声准则 161令吉退税的款项 还是从退款信托基金账户中不见了 另外纳吉也重申 前朝政府所推动的一码援助金计划 是为协助低收入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而不是导致国人变得依赖懒惰和政治贿赂的计划 再来看 生云分子西山穆丁莱斯 29号在当今大马专栏 一篇名为记录历史的文章掀起了讨论 当中内容就提到了 旺阿兹莎并不同意由林冠英出任财政部长 旺杰属役的人选是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 而马哈迪当时考虑到拉菲兹在509大选中 并没有竞选和官司产生等等的因素而迟疑 对此公正党后任主席安华就抨击西山穆丁莱斯 道听途说编造故事 认为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 原因是他并没有掌握第一手的消息 而西山穆丁莱斯也火速为自己喊冤 他发表文告说 所提及的言论都是事实 他说像是拉菲兹5月12号指出 公正党部满马哈迪委任林冠英出任财政部长 事后有关的宣誓仪式就展颜 也看不见旺杰的身影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